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会造成怎么样一个冲击 好 请回答 我想这个事情就是我们一直谈的 这些资讯要公开 公开之后大家才能够理性的来讨论 而我们要谈一点是说 其实核电的价格 它是两边 我们两边其实没有交集 那另外一个没有交集的是 关于绿能的价格 其实绿能的价格它就是急速的下跌 现在全世界都看到 那过去 风力发电已经出现黄金交叉 就是风力发电的价格已经低于核电的价格 那接下来 我们相信很快的几年之内 它能价格现在是7块 接下来降到5块 未来会往下降 甚至我们刚刚提到的地热 地热的话它一个MW 是大概要花1亿的建制成本 而核市场 现在它总共 花了 3300亿 未来还要再追加500亿 今年还要再追加500多亿 未来会多到3300亿 再加上除以成本的话 等于是8000亿 花上8000亿的钱 结果拿2000MW 但是如果用地热 2000MW只要2000亿 所以其实这些价格 我相信我们都可以拿出来好好的讨论 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必须要谈论的是说 其实台湾的电 并不是说你核4或是123的核电不用了 我们就要用多少的再生能源 其实不是这样算的 因为其实电的使用是有周期性的 所以我刚刚提到智慧型电网 就是要把这个波峰跟波谷要把它平滑化 我们每天中午用掉那么多的 大家抢夏天的中午 大家抢着要用冷气的时候 其实这个时候刚好是太阳能 发电效率最高的这4个小时 所以我们这样子替代的话 那它就会变得更有弹性 那刚好把这个波峰削减掉 所以我们一直强调要用智慧型电网 要用智慧电表 这样子能够让消费者的行为也能够调整 最重要是课征能源税降所得税 这样子的电费调整 我相信消费者会接受 因为隔年的所得税其实是相加的 谢谢我们今天请王老师来提问 是 请问李老师 就是说因为上个礼拜 那个日本的敦赫发生的 发现的断层 那么政府 日本政府决定要汇辱 就是汇掉 那又有两个地方发现这个活断层 我的意思也就是说 我们那个核四的附近有很多 可能新的一些风险没有发现 那对这一点 那怎么样能够让这个事情的资讯 也可以跟你们的核四厂 或者是跟大众一起来分享 这个共同的一个命运 好 日本敦赫电厂 发现新的断层 我想日本政府目前正在处理 是不是那个电厂要封掉 我想还没有最后的决定 好 因为一个断层的存在 它能够释放多少的能量 那是另外一个专业 好 那台湾 核四附近在建厂的时候 曾经做过一次一些探测 当然你任何的研究 任何的探测 都会有所谓完整性的问题 所以不断会有人提出 新的市政 新的例证 这些新的市政 新的例证 都要经过专业的人士 去做一个了解分析 它能造成的影响 如果我们真的很能确定 那附近真的 如有人所说的 它有那么大的一个断层 会产生那么大的一个阵度 那我们要再看一下 我们的核电厂的设计 是不是能够承受那个阵度 如果不行 我们加强 如果发现加强仍然不行 我跟各位站在一起 反对核四的新建 好 反对核四继续完成 我们不能为了某些 没有足够证据的一些 声明我们就放弃了 这个一个国家重大的 一个投资 我想要强调一件事情 工程不是万能 工程的人不能自满 工程人要不断的 在新市政之下 来探讨我们做的 是不是足够 整个这就是核四的 一个核能安全 一个精神 我们讲三里岛事故 发生在1979年 具体现在三十几年了 我们核能界做了 非常多的检讨 类似三里岛事故 发生的原因 有没有再发生过 没有 那你说浮岛是什么 那浮岛是因为 是一个地震 天然灾害所引发的事情 所以我们这些 核能界开始检讨说 如果这个事情 真正发生之后 我们能够 还能够做什么 来防止放射线物质的外事 那经过这一段时间的沉淀 我们也有确实的一些 一些做法 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我觉得不能以这个来 谢谢 我们广告回来进行截辩